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考虑清楚了 好 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 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 我对员工要求很严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在工作中绝对不可以掺扎 任何的私人感情能做到吗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这是公司资料 你看一下 走 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 咱们的同事 大家停一下手中工作 张总好 张总好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是我们北部新来的 市场部经理王源 大家好 希望日后多多关照 这边 这就是你的办公桌 给你半天的时间 熟悉一下公司资料 好 放心吧张总 你个孙子不接我电话 你不会晃点我吧你 喂 文静啊 我胖子啊 胖子啊 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不认识什么猎头啊 猎头 猎你个头啊 我想帮朋友喘为工作 我哪有那么多朋友啊 猎头我不认识 这样吧 我刚好工作室在招人 认识一个线上招聘经理 我把电话给你 靠谱吗这是 我推荐的人 你竟然问我靠不靠谱 谢谢麻烦你把电话给我 等着吧一会儿发给你 资历看起来还不错 那您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吗 其实他可以直接上 前程无忧投递简历 你看 这些职位都不错 以他的条件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肯定没问题 大哥 你吓死我了你啊 怎么还堵我家门口来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你手机也打不通 我只能到这儿逮你啊 真是怕了你 不是 我说你得有多喜欢 那姑娘啊 这么帮她忙活 两把事 我大话都说出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给你教你那事有名没 正要找你呢 这不 刚控出来一个 职位呢 和她要来得差不多 就是薪酬方面 你的要求少点 什么职位啊 销售经理 又是销售 怎么 不愿意干 无所谓啊 无所谓 等的人多着呢 我跟人说是我的关系 人才把面试的名额 空出来的 我没说不愿意啊 几个名额 好几个 我跟他们说先让他试试 不行再换人呗 应该没问题 行 把连线方式给我 你可记着啊 你可欠我一真情 哥们儿好几年 没干过这种事了 谢谢 对了 什么时候面试啊 后天上午 这么急啊 那我赶紧走通知人家 谢了啊 回头请你吃饭啊 你再陪着坐一下 行吗 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吗 喂 你好 胖子 下班以后一块吃饭呢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事啊 深深秘密的 到时候见面再说 好 待会儿见 好嘞 不见不散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你笑什么呀 到底什么事儿 那么深深秘密的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我帮你找了一个工作 特别适合你 而且我跟那边联系了 只要你后天 拿着简历过去 肯定行 你帮我找工作了 对啊 那边公司 规模虽然不大 但是职位规划非常好 胖子 我找到工作了 你找工作了 就是我打工的 那家女主人 她是合创的老总 他们那儿缺一个 推广部经理 我就去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吵着工作就好 吵着就好 胖子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一直在帮我找工作 没事 那就是我一哥们 跟他说一声就行 好 胖子 来了 赶紧坐坐坐坐 打歇宴啊 是 有些话 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怎么了 王友人自己找工作了 明天你跟公司说一声 面试取消吧 怎么 他又找到别的工作了 不是胖子 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你知道我为了这工作 费了多少心吗 打了多少电话 光你电话我接了几十个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这活我不接不接 你非逼着我接 他能找的工作 你找我干吗 你知道有多少人 等着应聘这个工作吗 我都跟人说了 把他推了 就把面试机会留给他 你让我怎么跟人说去 不是 你说 我怎么跟人说 我知道是让你为难了 所以我今天请你吃饭 跟你赔礼道歉 吃饭就行了 我没地儿吃饭了 好了 你消消气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好吗 再说那么多人抢了 你随便给他们安排一下 这是两回事 一码归一码 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要么这样行吗 你下次给我安排职务的时候 除了公司提成 年薪我给你百分之八 这行吗 等你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 我以前觉得 你是个挺靠谱的人啊 这以后你说话 我得琢磨琢磨 我说话算话 点菜 来 来来 我点是吧 吃吃要吃点着 服务员 咖喱蟹 三只 吃得了吗 你这龙虾最大多少 三斤 行 捡一个吧 象拔棒 四身 怎么 不让点啊 没有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点 点 行 行行行 那我马上就过来 杨老师吃个苹果啊 谁啊 韩文静 妈 我出去一下 我说这个文静啊 他叫的这个名字 倒是文文静静的 人呢可是个风风火火的 他就是那样多动症 你说你住在这儿啊 和住在你那儿有什么两样啊 整天都不着急啊 还是有点区别了 晚上等我吃饭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等啊 等我啊 小北 快啊 来来来来 我没告诉你见谁呢 见程老风的现女友 叫小庄 你把她越来越干吗 你俩都决斗啊 我跟她决斗 至于吗 我有那么粗鲁吗 逗脑子 现在外部环境 已经被我营造得差不多了 只剩两个难题了 哪两个难题啊 一个是她的小庄啊 还有呢 我父母 你打算怎么贡客 对付小庄 就用万杰叫我那个杀手剑 又是万杰教你的 你爸妈还不知道 是否公正人呢吧 账要一个一个地打 堡垒要足够公布 给我打算 先公布小庄 不是 你待会儿怎么说呀 看门见山啊 哪儿 连点铺垫都没有啊 铺垫什么呀 现在都已经微博时代了 开篇就得金眼瞧 超过一百四十个字 谁听呢 你别坐这儿 你过来坐闹 好看丢脸 好 真好看 一会儿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 好戏在后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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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来两条苏打水 谢谢啊 我开始 请问你是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 我打电话约你见面 挺唐突的 我是陈阿峰的前妻 前妻 前妻 你不知道她结果婚啊 我不知道啊 大概也无所谓吧 我想她可能是不想提起 你们以前的伤心往事 那你也应该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离吧 大概感情不合吧 你说对了一半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一个女人想要找丈夫 就要去问她以前的女人 当然了 你都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里面有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原因 你说吧 你今天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我和小枫认识了 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看不出来 她以前结过婚 据我所知 你跟小枫认识的时间 并不长 也就几个月吧 我一猜你就不知道 那我能问问 你为什么离婚 说来话长 那也就长话短说吧 我跟小枫 三年前认识的吧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那个时候 她比现在要阳光 也很帅 我们俩一见钟情 迅速地坠入爱河 那个时候 她对我真的很好 温柔体贴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你能说重点吗 因为你们既然那么好 为什么要离婚 你总得听我说完 我们是怎么接的吧 行 在朋友的鼓动下 我们俩迅速地结婚 闪婚 然后一结婚 感情就不合了 婚后她对我很好 依然那么提提 可是我们的幸福婚姻 只维持了一个月 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 噩梦给打破了 她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搞到一起了 被我坐肩在床 这个故事好像并不新鲜 我最好的朋友是个男的 男的 男的 我跟你说这些 完全是出一番好意 我真的是心疼你 我觉得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的 这注定是一世的痛苦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 从痛苦的深院里走出来 我不想你不我的后尘 真的 怎么样 我演得怎么样啊 太不错了 愤怒悲伤 无奈各种情绪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见她表情了没 看见了人孩子 脸都下白跑了 你说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也知道 这回他们俩 是不是要分手不了 不一定 我告诉你孩子 也许小赵现在去找程晓峰去了 这找呗 我也没说我是谁 也找不着我头上 应该不回去问吧 啥都吓死了 你跟樊斌最近怎么样了 还是不死不活的 要么你死我活 要么不死不活 还能怎么样 王源都跟我说了 最近一段时间 你都在你妈家住着呢 是不是 实在是不想回家住 你总在你妈家住着能成吧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算了 先不说这些了 你送我回去吧 我不能送你 我去找程晓 那我怎么办 要不你打个车回去 你也太过河拆桥了吧 这大着天的 你就不能送我一下吗 我来不及了 后边有辆骑程车 太过分了吧 你快点 来不及了 你快 拜拜 韩文静 你这个畜生 好 你去晚吃了呢 王总 您不去吃午饭吗 你们先去吧 好 小北 你中午有事吗 一起吃个午饭吧 好 待会儿见 这么急找我干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新公司干得不顺利啊 挺好的 是胖子的事 胖子 胖子得罪你了 没有 他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偷偷地帮我找工作 昨天突然告诉我说找着了 可怜的胖子 他给你找什么工作好不好啊 还行 比我现在的职位稍差一点 一个小公司的销售经理 那是不是你现在工作 不是好与坏的问题 关键是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公司做了 我总不能说不干吧 我觉得胖子现在全身心 全扑你身上了 可怜的胖子呀 他为了帮我找工作 什么招都使了 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他的 放心吧 没事 我待会儿就去劝劝他 安慰安慰他 都怪我自己没出息 让他这么费心 你干吗这么说啊 谁安慰个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 谁都需要帮助 可是人与人需要帮助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这么大的一公司 张总一句话就定了 那么小的一职位 胖子就差当三赔了 有权有势固然重要 可哪儿来那么多 有权有势的人啊 像我 我就不愿意当国王 我就愿意坐在台底下 当那个股长的人 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你就算在台底下股长了 也有个凳子坐 可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蹲着 大姐 你想多了吧 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 请我喝咖啡 好啊 二十块钱以内的 二十块钱哪铁还二十二呢 真抠 怎么了 给人望远介绍工作人没去 特伤心的 不光是很伤心 钱也很受伤 钱受什么伤啊 我今天被那猎头 喊喊宰了一顿 宰得我肉都疼 行了 别生气了 等王源有了钱 让他给你报销 不是钱的事 我就是总感觉 有劲使不出来 心里很无力 你知道吗 我特别能理解 但估计王源心里也不好受 他跟你说什么吧 他就说你给他介绍工作 他特别感动 后来也没去成 他觉得特别对不起你呗 那他也真的很感动 那当然 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能不感动吗 可是我老感觉离王源很远很远 谁让你喜欢王源了 我告诉你 王源可不是那种两三天 就能追到手的姑娘 你要是想追他 就得一直对他这么好 他也许有一天就会感动 那你说 我有希望吗 有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记住了 这么快就不受伤了 伤是伤 追不还是得追吗 我跟你说 我碰上那个虔诚无忧的人了 他们说他们是网上招聘 什么职位都有 就王源的资历 上网直接发简历 什么职位都能选上 如果下次 你看我这乌鸦嘴 我告诉你胖子 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次这么好的事 都让你给产过去了 下次有什么事 你提前跟人沟通一下 知道吗 我记住了 血淋淋的伤疤 这样吧 你请我吃饭补偿我一下 凭什么我请啊 为什么不能你请啊 你见过有女的 请男的呢吗 不是 那我请你买单 女王驾到 文婧姐 按照您说的 招聘信息我在前程无忧上 发出去了 收到了好多符合要求的简历 要是有人应聘的话 替我筛选一下 嗯 谢谢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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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谢谢啊 都快五点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去医院找了一个小秘探 小秘探 就是个小护士 她跟我说 她和陈老峰正午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突然脸就变臭了 闷闷不乐一下午 跟谁都不说话 估计是分手了 看来有进展 恭喜你啊 哎呀可怜的小庄啊 程晓峰这么好的男人都不知道珍惜啊 不知道珍惜 对啊 她不信任程晓峰啊 一看他俩关系就不好 要不然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嗯 有道理 哎 我要去回一个邮件 鸡头快饭 哎 晚上你快吃饭啊 嗯 嗯 喂 哎 我不是韩文静 我是韩文静的好朋友周小北 哦 你还记得我 哦 哦 是这样的 文静就在旁边呢 她不好意思跟你说话 她其实挺喜欢你的 哎 哎 你别激动啊 你听我说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又那太好了 晚上六点半 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好 晚上六点半啊 不见不散 哎 不见不散 哎 哼 上一种色情 刚才我是不是电话响了 嗯 没有啊 没有啊 幻听了 幻听了 谢富莱丽太突然了 哎 我突然想起 我有点急事要去办 晚上六点半 咱俩在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不见不散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走了啊 你快点啊 别有迟到啊 好 这周小北就知道吃不到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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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在这儿 文静 你也在这儿吃饭 好巧啊 女孩子就是那么爱面子 我在这儿等一个朋友 我知道 我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 送给你 你要干吗呀 两情要是相悦 为什么要饱受思念之苦呢 文静 我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 是 我就是要向你求婚 你别给我跪下啊 文静 我爱你 嫁给我吧 疼 你今天吃了雄心胖子打了你 不是你说的你想我吗 让周小北告诉我 说咱俩今天在这儿见面 周小北 你死定了 文静 我爱你 但是与你无关 跟我无关是吧 那我走了 文静 文静 我爱你 文静 文静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在这儿瞎逛呢 有什么好瞎逛呢 还不赶紧回家 那个小北这几天跟你在一起吗 他在哪儿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真行 你们做男人的就应该主动一点 我怎么主动啊 他都不理我 电话都不接 他是你老婆 我爱 再说 你文静感脾气 不是应该很正常吗 他前两天还跟我埋怨 说你不去看他呢 真的啊 真的啊 他其实早就想跟你和好了 亲口跟我说的哦 是吗 你想啊 他一怒之下回了娘家 怎么可能一个人灰溜溜地 再回来呢 所以你得主动点去把他接回来 给他个台阶下 在这晃来晃去 能把他给晃回来啊 你赶紧去吧 把他找回来 行 再不找回来 不知道干出多少荒唐事呢 行 那我先走了 真密 你不知道喜欢他什么啊 闪居 回来了 哦 哎 赶紧走呢 哦 上居 家 上居 下棋呢 哎 凡鸣 走 爸 我先上个洗手间 哦 我去 谁让你来我们家的 小北 我想跟你 你跟我爸妈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 行 你别乱说话啊 有什么话回家说 你要乱说话我跟你没管 哎 范编赶紧走啊 谁赢了 嗯 谁赢了 不是 我赢呗 哎 范编 赶紧走了 走啊 哦 好 哎 范编 走 做饭呢 嗯 樊编什么时候来的呀 哦 刚到 她说出差刚回来 嗯 没回你们那儿就直接奔这儿来了 哎呦 毕竟是夫妻了 嗯 对吧 嗯 走啊 我们俩好 我和 嗯 嗯 哎 呦 这儿啊 哦 那个范编啊 嗯 天这么晚了 你今儿就别走了 住这儿吧啊 妈 没事 嗯 我们还是回去吧 回啊 回 嗯 行 那 路上小心啊 哎 妈 先走了 嗯 表面上看来 我越来越找到了 一个人生活的乐趣和好处 而实际上 我早就知道这场闹剧 最后必定会以某种 活不情愿的方式无疾而终 到目前为止 唯一对这场婚姻感到安慰的 是我的父母 这是她仅存的一点可怜的意义 而且 不可否认 凡兵对我还有感情 这一点 从她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 虽然那不是爱情 那是平时浑然不觉 一旦失去便会痛彻心扉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们至今还潜伏着一个最可怕的杀手 她无处不在 日夜随行 哪怕激情已经不在 婚姻形同虚设 二人同床异谋 她也不离不弃 始终跟在我们左右 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这个杀手 叫做惯性 回头想想 回头想想 这场婚姻就是一场独角戏 从来都是我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从来也没问过你想怎么样 小北 来 喂 小北 我妈身体不太好 我想带她到医院检查一下 你有认识的医生吗 韩文静不是认识程老风吗 我不好意思麻烦她 我跟她又不熟 再说我想去大一点的医院 对了 我妈有个老同学在医院 要不然我帮你问问 看能不能约个专家 对 还是把她带过来检查一下 比较放心一点 我又好告诉你啊 好 谢谢啊 小北 咱们俩别闹了好吗 不闹了 从此以后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咱们俩互不干涉 睡吧 小北 我知道你没睡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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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以前睡着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地 撞不身来 靠着我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以前住在三菱澳的时候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很苦 你总哭 现在的日子好了 我们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 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很破 也没有什么家具 房东也很苛刻 我们都刚大学毕业 刚找到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老吵架 你还记得吗 嗯 经常吵着吵着 我们都乐了 你老经常说一些 讨心讨费的话 听 小白 我们俩好好聊聊吧 我们俩好好聊聊吧 樊斌 你 我和李李上床了 我和李李上床了 小声点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就是随便一说 骗樊斌的 你激动个啥呀 肯定不是骗人的 真的吧 周小北 你也出轨了 这回你该离婚了吧 这回就更不用离了 大家公平了 你有病啊 你跟樊斌还没过够这么多年 你不恶心吗 恶心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你说吧 你怎么才肯离婚啊 我不理 为什么 这么快离了我爸 我妈受不了 喂 好 我马上过来 谁呀 李李 我就是说吧周北 你还敢狡辩 那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啊 你慢点啊 行啊周小北 出息了 哎 你信吗 她说她跟那个李李没关系 我信 我不信 肯定是真的 行了 你别说人小北了 说说你自己吧 我怎么听说 你把程晓峰的女朋友 给搅黄了 好像是 什么叫好像是啊 你还不好意思承认啊 没不好意思 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心虚 你含文静还能心虚 我时间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王源 就算你去了一个豁大豁大的公司 也不用这么卖命吧 今天是周末 周末 我去车站接我妈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把你们俩一块儿送回家呀 那边不好打车的 司机师傅 我问你啊 你觉得啊 她这么大男是不是真的 肯定不是真的 我相信她 妈 你累不累 我还好就是我旁边哪个人呢 一上菜就突 突了一路 一看就不是出院门了 来 想起 那是你们待会儿给你陪的车啊 我来我这个级别啊 那是我朋友 开了车 阿姨 我是 说上话怎么说 温静 我是文静 温静 以后我就是你的司机啦 有事你就吩咐我 我可以带你到处去逛啊 好好好 你看 你要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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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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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你呀交朋友觉得交嘴干子的 给人家修到点 我听懂了 阿姨 我认识运气好 这车是我刮彩片刮出来的 都给人家修到点 运气好 不上车吧啊 慢点啊 行政您可以看一下 这辆ATS是一款豪华运动型轿车 它拥有功率高达两百千瓦 高性能发动机 同时它是轻量化的车身设计 而且富有极致灵敏的操控性 您可以到这边具体看一下 我看那辆 好 可以 好 好久不见了 忙什么呢最近 忙着从事文艺工作呗 成果怎么样 目前看来还不错 恭喜 好 先生您先看着 好 那天的事不好意思啊 什么事不好意思啊 就趁你喝多了 对你进行骚扰呗 不带你这样的啊 在我们家狂吐 我可换了好几次的衣服 换一次你吐一次 我换一次你吐一次 吐完了说渴 我是又滴水又灿莲 我又拖地 忙一晚上累死我了 我没干什么别的缺德的事吧 你还想干什么呀 你那么吐我 你还不缺德吗 以后叫你周三吐吧 你今天约我出来 就是为了讨伐我啊 真不是 我买辆车 颜色拿不定主意 帮我看看他 有参谋费吗 干洗费底了 就这个吧 不 这个颜色有点张扬啊 不是你让我选的吗 我觉得红色挺好的 特别适合你的气质 闷骚的气质 听你的 你跟范冰怎么样 管你啥事 一会儿哥们儿带你兜一圈吧 无事先殷勤非奸即盗 我是为了挽救失足女青年 减少社会自杀率啊 行吧 那就给你个面子 待会儿送我去超市 美女 就这台了 先生 您要这台红色的对吗 对 能办保险吗 可以的 你可以到这儿直接购买 平安车险就可以了 好 这边请 拿一份 你从你妈那儿搬出来了啊 嗯 你那天喝成那样 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没有啊 我突然想起你在北京跟我说的那段话 与其双方痛苦 不如让对方痛苦 我说的可是结婚之前啊 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 我又没结过婚你问我 我说不清楚 你把我放在前头路口吧 前面的十度路口 好 阿姨 我送你们上去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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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用啊 我今天不陪你们吃饭了啊 我过来一天来看你啊 谢谢啊 走了阿姨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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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一剑 咋一剑啊 慢点开 快 咋一剑 还没呢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这车怎么样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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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言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你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只当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脸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很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等着你快乐 天言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你才对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只能我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脸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空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等着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空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等着你快乐